Hello,大家好,我是Yahoo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简陋 在聊之前呢,我先说一下 我是身处德国,现在冬天到了 这个白天啊,时间是越来越短 然后光线也越来越不好 所以呢,我就是打了一个侧灯 这样子能看,至少光线能好一点吧 能看得清楚一点吧 你们能看到是谁在说话,是吧 OK,那我就接下来说我的这个 瓷器有关瓷器的话题了 今天我想说,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这个简陋 简陋呢,如果就是 就是做这个瓷器有关方面的研究也好呀 或者是生意也好呀 或者是有兴趣做这个方面的收藏也好呀 那你接触的时间长了以后 简陋这个话题肯定是不免不开的 那现在随着这个信息资讯的就是大爆发吧 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 一旦有什么新闻,有什么消息 很快就可以在世界上传播开来 就如果就是这个拍卖来说好了 像在伦敦呀,或者是纽约呀 会举行一场什么拍卖 也许大概就是在几个月前大家都知道了 网上的电子图录 你在几个月之前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在家里面很 就是现在的图录,电子图录做的都非常的好 里面的图片清晰度也非常的高 分辨度也很高 有关它呀,什么呀 细节都它展示呈现的都非常的好 所以呢,也用不着 现在就是你也可以通过电话投标 也可以通过网上竞标 就是本人也可以不用到场了 所以呢,我就想说的是 这个资讯是越来越多了 那大家就是获取的知识也越来越多 信息也越来越多 那这个简陋还有没有可能呢 那我就是针对我自己的一个这个收藏的经历 还有我自己的这边买一些瓷器的这个经历吧 来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现在简陋吧 还是有可能的 首先我说一下我所理解的简陋吧 简陋是什么呢 应该是怎么说简陋呢 我理解的简陋呢 简陋就是我认为简陋是以你自己本身预期所要低的价格 买到就是你自己理想 或者是你自己很满意的一个产品 或者是瓷器也好啊 其他的古董也好 这个就是简陋 不一定说你就是之前在苏菲比亚是那个拍卖的就是35刀 在那个Yard Sale 在那个买到那个然后然后拍出几百万的这样子 这种那这种这种是基本就是这不是简陋 这应该是属于天上掉下饼的这种这种程度了 那我今天还是说一下比较现实就是跟我们一般普通人的收藏就是这种遇到的简陋吧 那现在我刚刚前面也说了就是现在的资讯这么发达 还有这个可能 这个现在去就是买东西减乱还有可能吗 我是觉得是可能的 当然了 在国内情况可能不一样吧 在国内的话 呃 现在 假货太多了 假的东西 现在新做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现在的造假的技术吧 可以说是日行月异 它也是紧跟着现在的那个潮流 它的 可能它会跑在你的前面 就是你知道你买到那个那些知识怎么来区分的时候 它们早就已经做出来了 可以说就是在国内吧 我觉得是不大很容易就是去简陋了 而且呢 一般现在 因为假货越来越多 真货越来越少 那么那些卖真货的自然叫水涨船高 价格也是越来越高 所以一旦是有一点开门 大家都认可的东西 你是不大容易买到这个便宜的 那在欧洲这个情况我觉得就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这边 嗯也不能说 嗯 没有这种买到假货的可能吧 因为现在这个运输交通这么方便 国内造出来的也许几天后就可以在国外的市场出现了 所以呢在国外呢不能说是没有碰到假货的这种可能性 我想说的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对的要低一些 因为当年从就是外销词来说 清朝就是18世纪的就是嗯 康永前三代他18世纪 然后19世纪到后来他都有非常非常大量的出口 出口出口到欧洲这边 然后一直到现在 这种可能性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这种可能性是有可能性的 所以这个就需要你去甄别 就是把这些甄别 甄别出来以后把真的 以你自己可以接受的价格把它买回家 放在自己的家里吧 可以欣赏呀 也可以以后再转手卖嘛 是吧 OK 那我说是这个欧洲呢 现在简陋还是有可能的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怎么样才能简陋呢 第一我想说的是简陋 你必须要有具备一定的知识 就是对于新手来说 你抱着这个想简陋 以小价钱买比较就是 比较高档的货 这个不是说没有可能 还是有可能 但是呢 还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 什么是简陋嘛 简陋嘛就是一种 建立于一种一种一种 就是 信息不对等或者知识不对等的这个 层面上的一个交易吧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我是建议 一开始买东西的时候不要 一是不要蹦着这个简陋的想法 第二个呢 是怎么去买呢 我是觉得 最好呢 找一个就是新的过的厂家手里面 转让 买一些东西入手可以学习 第二个呢 可以到一些派行 如果说你不缺钱 到就是欧洲西方 它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就是高档一些 或者是中等的 然后再平民化的一些拍卖行 你可以到如果不缺钱 你可以到高档一些像苏士比 或者是加士德 像这些大派行去拍一些 而且这些派行拍的东西有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很贵 他们有经常性的也会组织一些网拍吧 在网上你可以就是买一些东西 但是对于我们 就是平民化的来说 这个价格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到一些 钱嘛 再少一点嘛 你还可以到中等层 层面的 像我知道的就是荷兰的 有个那个Robo Mitchell 它那个拍卖行 它是比较专业的 卖亚洲的一些 卖中国或者是亚洲一些艺术品 主要是瓷器吧 它里面卖的一些那个价格吧 还可以接收 那还有英国 英国就更多了 更多我虽然买过 买过几次 也不记得不是很清楚 我记得清楚我们家 我们家买的就是 他们家也买过一些东西 他们家的东西也还可以 那个价格吧 我觉得也还可以接收 那我们 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个 新手 那我们来说就是 有一定 收藏经验的 就是这些 这些这样子 层面吧 怎么来减漏 如果就是 你已经有几年的 收藏经验的话 我觉得可能 还可以 还比较有兴趣 就是听我往下说了 我觉得在欧洲 像我在德国的话 有 有三种方式吧 第一种方式 就是跳蚤市场 跳蚤市场的话 就是Floomark 或者Fleemark 像这边的说法 在西方的说法 或者呢 还有在美国 就是那个 Yardsell Yardsell 或者是在德国 我希望在德国叫做 Hofthode 这种就是 在自己的院子里 搭一个台子 然后把自己家里 不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往外放 就是往外放 然后你可以自己 挑一些 你中意的东西 但是呢 像这种 我是觉得在 德国这里的 跳蚤市场 不大容易 就是 不大容易能减到漏 为什么呢 我就是来说一下 有好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的 在德国 尤其是德国 他的中国的 中国方面 从中国过来的古董 他的存事量 不是很大 第一个呢 他在就是 就是 欧洲和中国 这个贸易上面呢 德国 他从来都 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主角 他之前是葡萄牙 然后是荷兰 再接下来是英国 他就是有 大量大量大量的 外销瓷 这些就是 这些 运到这些国家 然后转运到欧洲的各地 他德国不是 德国从来没有在 其中参与过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 就是 在那个二战的时候吧 二战的时候 有一些有钱的 像那个犹太人啊 什么呀 他都是移民到美国去了 他们移民走的时候 就把一些随身 就是 自己拥有的一些 比较值钱的东西 就带过去了 第二个呢 在生在这个 德国本土的呢 就是 不是当时 就是 轰炸嘛 就是 就是那个炸弹 就是德国很多大城市 都被移位平地了 一些小村庄吧 也 也应该也是受到 就是 这个 炸弹的影响 那他当时的 留在当时 就是大量的损毁了 所以 留在这个 德国市场上 或者市面上的 这个 中国股东 是非常少的 那我所知道的就是 去过 就是 柏林有个瓷屋吧 它那里面 瓷屋 它摆放的有很多 就是 就是 那个 那个 薯德里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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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帝 她的妈妈 大概是康熙的后 就是康熙 那个年代 他对中国的瓷器非常非常的热爱 他建了一个瓷屋 就是里面收藏了康熙时期的大量的一些瓷器吧 但是呢在阿战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就是被 那个苏联的红军给 给抢走也好 带走也好 或者是怎么着也好 反正是很多就是有一大半就是遗失掉了 现在在那个瓷屋里面摆着的 有很多是后面的 后面拍卖来的 有一些像那个哈车 就是哈车 那个 大概是1643年的那个乘船 上面打捞上来的 阿姆斯特的那一次拍卖 就是德国这边 他买了不少 现在就有很多就是 展览在就是放在 放在这个柏林的那个 夏洛腾 夏洛腾堡那个词物里面 然后呢当时我不能 我也觉得有可能在民间吧 有可能就是当时被一些苏联红军 有可能有很多就是当时的这些古董啊什么呀 都是已经带回去了 可能是现在 现在当然是没有没有证据 没有没有证据可以这么说 这也只是我的一个想法吧 那第二个呢 当你去就是 你去跳蚤市场来 就是一般的人都会抱有一种心态 就是想要以非常低的价格 就是超乎想象的低的价格 买到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所以呢当跳蚤市场上出现 一旦价格比较高的 你就会 你就会犹豫一下 有可能那你就不会买了 我不能不说跳蚤市场上没有中国的奇迹吧 因为我在柏林的那个 呃 跳蚤市场上也遇到过 遇到过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 民国时期的两个坟采 坟采或者是浅江湖吧 他一个一把一把那个湖 他就要三百多欧 我是觉得啊三百多欧 还是挺不少的一笔数据 一笔一笔一笔那个数额吧 然后我就我就没买 实在是因为到跳蚤市场去 本来就是抱着那种几块钱五块钱十块钱 就想买到这种东西 那你来个抱个三百块钱 我觉得有点 一般人是普通人是不太容易接受的 所以呢有这个想法呢 那卖的那市场上 卖的东西也就不会价格很高了 是吧 刚刚刚刚说到这个跳蚤市场的时候 有个包裹摁门里出去了一下 现在刚回来有点气喘吁吁的样子 那我刚刚就是说到跳蚤市场 OK 那跳蚤市场既然就是 他卖的人知道买方不愿意出一些高的价格买东西 那自然他好的东西 他也不愿意见卖 所以呢他当然不会拿到跳蚤市场上来卖了嘛 那所以呢那个市场上相对的这种价格高的 价值高的东西 价格又比较低 这种可能性就会少一些了 那我说完了跳蚤市场呢 我就来说一下在这个 在欧洲或者是在德国 像我在德国在欧洲 我是怎么简陋的 我是通过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两个地方吧 一个是eBay平台 eBay平台上我是挺 就是挺惊奇的 在上面可以发现有各种东西 他就是没有你买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 像有一些便宜 但有一些东西 我是觉得你扔到大街上 我都不愿意去看一眼东西 他在eBay上 你也可以发现他有卖的 然后高级到什么呢 我曾经见过一次就是 那个我们科学仪器吧 他卖那个电子显微镜的 电子显微镜起码要 几十万欧 肯定是要的 就是换成人民币的话 几百万欧的那个仪器 他在eBay上都有卖 他当然没有卖那么高了 大概是十分之一的价格吧 他在那里挂在那里 但是考虑说要不要去买呀 因为实在是太诱人了 然后呢 后来又因为这个电竞嘛 它涉及到这个辐射呀 什么呀 对那个要求 对那个环境还是蛮高的 那后来还是放弃了 放弃了以后 我看到后来还是那个 在网上把它挂着的 还是卖掉了 所以说吧 在eBay上真的是 可以说你想买的东西 基本上都可以买到 然后呢 在中国 中国股东 就是这个瓷器来说呢 去找那些就是一些国外的一些卖家 你可以从他列的那个商品里面呀 就是有那么一两件 看着像是中国股东 其他的很多都是就是外国的一些旧东西 那你可以肯定 这个 这个 这个卖家呀 他对这个中国股东啊 他未必就是了解 他有可能呢 是家里的 就是爷爷奶奶呀 去世以后留下的 他放在家里面 反正放着也是放着 OK那我就挂到 挂到eBay上去卖吧 但有时候标的价格 有可能是 就是几十欧 或者上百来欧 其实 就是 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价格的话 其实这个 可以说是一个简陋的价格 在市场上有一些东西 它是在就是 正常的就是一些拍卖行 或者什么 你是买不到的 所以呢 你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入手买回来了 我觉得这是最比较理想的 因为对你来说 你是买到了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价格 你买到了比较理想的一个 一个产品 或者是一个瓷器吧 然后对于卖的人呢 他觉得 哎呀 反正我这个价格也是 我卖掉了 我家里又多了一些地方了 处理掉了一些 就回来 他也比较满意 所以这个呢 我是觉得比较好的 就是 就是比较 比较理想的一种简陋 或者是 这种交易 是比较理想的这种交易 第二个呢 我想说的就是一些 拍卖行吧 一些 当然是比较小的一些拍卖行 其实在欧洲 非常非常多的拍卖行 有各种各种 各种 各种就是各种 也不是说类型嘛 就是各种规模 有大 有小 有时候就是有那种 像英国有每个月 都有组织一次 然后像一些地方 其他一些城市吧 就是两三个月 或者每个季度 或者是每半年 这样子组织一次 这种拍卖 但那怎么在这种拍卖上面 能简陋呢 我是觉得可以找那种 就是 有好几个 好几个 东西在一起的那个拍瓶 作为一个拍瓶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是 冲着里面的某一个东西 你看上了 你看中了 你想买 然后把它买回来以后 打包回来 打开一看 其实里面有可能 有可能会有惊喜 有可能会有你 就是原来看的时候 没看到的 那当然这肯定是简陋了 我前阵子还是什么时候 就是前阵子吧 就是在 荷兰 荷兰的一个拍卖行 看到了 是我 我爱人 我先生 他看到了一个东西 他看到了好几个碗 然后他告诉我 你看看 你来看看这个怎么样 我一看 嗯 里面有一个 就是大概是 明 明 中晚期的一个青花碗吧 但是呢 它不是景德镇窑的 它是福建 就是福建一些地方窑口出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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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花池 我一看说 它里面有三个碗吧 有三个碗 我忘记不清楚了 已经已经记不清楚 反正是好几个东西在一块 然后我一看 这个碗我没有任何的遗忘 这个好像那个碗是 也就是明中晚期的一个碗 我刚刚说了就是福建窑口 然后我跟我爱人说 这个我可以肯定是那个时期的 但是呢 咱们家已经有好几个了 也用不着买吧 我看看那个价格也说 说低吧 也不低 你再得加上佣金 你再加上运费 嗯 算下来我觉得挺不划算的 再说了 你说你这个比起景德镇窑的 嗯 清花碗不是价格不是那么高 不是很受人欢迎吧 哎呀我觉得就是我爱人他有觉得 哎呀还是老东西吧 可能后来他后来因为主要是他他在那里进行操作 然后他就买回来 买回来然后把我拆开一看 拆开一看里面竟然有一个就是红质时期的一个清花碗 圣殿值比较标准形值大概是14厘米 直径是14厘米比较标准的一个中型的碗吧 我说哎呀真是一个surprise 没有想到啊 刚时看 当时看的时候 其实我是以为 它是那个19世纪 就是也是福建当地的一些窑口 就是出口到东南亚 他管它叫做kitchenware 就是一些那个厨房 厨房用的一些不值钱的一些一些瓷器嘛 然后一看结果最后一看 竟然是红质时期的一个清花词 那当然了我就心里很开心 那这不就剪到漏了吗 原来没奔着就是 没奔着这个碗去的是奔着那个另外的另外的清花碗去 结果碰到了一个价值更高的 买到了一个价值更高的碗了 而且这个红质时期的当然是景德正 景德正的清花词了 而且是就是红质是本巢的 所以也就是比较开心了 那好了我也就现在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的这个一些自己的经历吧 和对简陋的这个想法 我希望就是有看到这个节目或者听我听我在这里叨叨的人就是有什么想法呀或者什么呀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就是多交流吧 然后就是大家共勉 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收藏路上多多简陋 可以买到自己非常中意的产品 好了那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